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廚良 很歡迎你們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講到香港獨有而又經典的甜品,又怎樣可以沒有芒果班戟粉呢? 芒果班戟,它柔軟又透薄的班戟皮,包著輕盈又香滑的紀念,還有清甜又當造的芒果 這麼有滑的甜品真是難以抵擋,今天就等廚良我由頭到尾示範給大家看,怎樣去做香港地道有意做的芒果班戟啦! 大家學懂了就可以在家裡慢慢做啦!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記得按小叮噹,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大家首先看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先啦! 這一份食譜大概可以做到七至八份芒果班戟 大家見到食譜上面,我就寫了油需要兩茶匙 那油方面就用回比較淡味的油就可以了! 而水果不用芒果,轉用其他水果也可以的! 大家首先拿個碗出來,今天我們要用到兩隻大雞蛋 將雞蛋直接在雪櫃拿出來,然後打進碗裡 再加入40克的砂糖 然後就拿個攪拌器出來,去將砂糖和雞蛋攪拌 接著下來,我們需要將250毫升的牛奶加入去雞蛋溶液那裡,一邊倒一邊攪拌! 將它們大致上攪拌就可以了! 將它們大致上攪拌就可以了! 接著下來,要拿吉士粉出來! 吉士粉我們需要一湯匙就可以了! 最主要是用它的香味和顏色! 大家看到外面的芒果班戟的皮為何那麼黃,那麼鮮艷呢? 就是加了吉士粉! 只是靠蛋黃是沒有這個效果的! 我們將吉士粉攪拌均勻! 我們將吉士粉攪拌均勻! 接著下來,加入85克的低筋麵粉 將麵粉和溶液慢慢攪拌均勻! 我們將吉士粉攪拌均勻! 到最後,還有很多粒粒,不要緊, 我們將麵糊過一次膝筋,大家準備另一個碗吧! 以及膝筋,我們將剛才準備好的粉漿過膝一次! 在過篩後,粉粒會慢慢消失 而粉漿會變得更順滑 接著,我們需要加入2茶匙油 我個人喜歡用淡味的油 如果喜歡牛油的香味,用牛油溶液也可以 加油的好處是可以令煎出來的班戟皮質地更軟 而煎的時候也不容易黏底 大家看看粉漿是否很順滑呢? 現在我們將它休息15分鐘 在這個時候,準備一下芒果 今天我們需要用到4個芒果 將買回來的芒果清洗乾淨和抹乾水分 然後將芒果開邊 另一邊一樣這樣做 接著下來,我們會用到杯的輔助 將芒果肉起出來 就像這樣做 這樣就可以整塊芒果肉起出來 一點都不浪費了 起好芒果肉,我們就可以準備打忌廉 淡忌廉需要330毫升 首先我們會用到中低速開始 將忌廉打法 一邊打,你會見到淡忌廉一邊膨脹 而份量會多了一倍 打順了之後,我們就將速度調到中至高速 繼續打,打到它慢慢出現紋路 打到7至8分就可以了 當你拿起攪拌器時 見到很小的尖尖 這樣我就比較喜歡這個狀態 因為我會覺得 吃下去的芒果的口感會比較順滑和柔軟 當然啦,如果大家喜歡的芒果的口感 是比較挺身一點的話 就要再打久一點 我會將它再冷凍一點才用 在這個時候,蓋上保鮮紙 將它放入雪櫃冷一會兒 這個時候就可以拿不沾平底鑊出來 去煎斑戟皮 全程開小火 預熱了芒果之後 就可以加入一層很薄的粉漿 趁粉漿還有流動性的時候 我們迅速地把芒果打圈 接著要做的事就是等 讓它慢慢變色,慢慢煎熟 大概煎了3至4分鐘 一塊Pancake皮已經煎熟 我們小心地把它起出來 因為這塊Pancake皮很薄 已經熟透了 我們不需要刻意再煎另一邊 很簡單,很容易 就可以將Pancake皮鑽起來了 大家記得先將Pancake皮放涼才用 否則,忌廉就會溶完 大家可以在冰箱拿出Cream 放在Pancake皮上面 再放上新鮮的芒果 再加多一塊忌廉 然後就可以把它包起來了 如果大家是用廚梁 今天介紹給你們的配方去煎這塊Pancake皮 你會看到它是非常柔軟 而且一點都不乾 包起來就很光滑,很漂亮 而且可以煎到又薄 又不會裂又不會破洞 讓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廚梁用的平底鍋 直徑Size是26cm 大概可以煎到7至8塊Pancake皮 大家有時間的話 記得試下廚梁今天介紹給你們的 港式經典甜品 芒果Pancake 如果你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又或者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